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应鲜座流星雨,今年将在8月13日40至16时迎来极大。 本周日晚后半夜8月13日40至黎明前,将是观测应鲜座流星雨的最佳时机。 大家千万不可错过这一年一度的暑期大片。 什么是流星雨?要弄清流星雨是什么?先要介绍一下流星是什么。 流星是太空中的流星体或小行星闯入地球大气层,并与大气摩擦燃烧所产生的光际。 流星雨,彗星在靠近太阳的过程当中,会散失很多的物质,产生大量流星体。 地球和这些流星体相遇时,人们就会看到某个天区的流星明显更多的现象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星雨,什么是阴仙座流星雨? 阴仙座流星雨是以阴仙座甘满星附近为辐射点出现的流星雨,也称阴仙座甘满流星雨,所谓的流星雨的辐射点。 是绝很多流星轨迹的反向延长线的焦点。 这个焦点位于天区的哪个星座? 这个流星雨一般就命名为某某座流星雨。 阴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维夫特塔特尔彗星。 Comet Swift-Taple每当这颗彗星在起轨道上洒落的碎屑与地球相遇时, 就会迎来了阴仙座流星雨的极大。 斯维夫特塔特尔彗星每130年环绕太阳一圈。 而地球会在每年8月左右穿过这颗彗星的轨道, 从而迎来每年暑期这场壮观的太空焰火秀。 DUF作为每年暑期的重要天象之一。 它与象限仪座流星雨,上至座流星雨,并称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。 应先座流星雨的活跃期,在每年的7月17日,至8月24日前后, 其VHR级大师假设辐射点位于天顶和每小时流量, 的理论值在百颗以上。 而且从不上约,今年运先座流星雨一直相对稳定。 天顶流量每小时为60颗至100颗。 今年预计于8月13日出现极大。 VHR100,每分钟几乎都能看到流星划过夜空。 为什么值得看? 有心的小伙伴们应该还记得,今年8月11日农历祝一傍晚刚刚迎来今年我国唯一一次的日片时, 我们知道,日时只能发生在农历的祝一左右说,就像月时只能发生在农历的食物左右望。 因此,今年运先座流星雨即大期8月13日农历出三恰逢合式的月项, 天上没有明晃晃的大月亮给流星雨观测带来不利的影响。 月亮的湿星等在零下2.5等到-12.9等之间, 通常满月时的星等约-12.74等,与之相比较。 全天最亮的金星的湿星等,最亮时也财富4.9等, 十分有利于小伙伴们在同样的时间内看到更多的流星。 虽然阴先座流星雨每年暑期都会如期上映, 但也不是每次都会碰上好的观测时机的。 例如,去年的阴先座流星雨, 即大期恰逢满月, 天上明亮的月光就多多少少的影响到了阴先座流星雨的观测效果。 而且,去年的阴先座流星雨, 全国很多地区包括北京都是乌云满天或正在下雨, 所以就更没机会见到它的真如了。 另一方面, 今年的阴先座流星雨极大期间, 我国处于理想观测位置, 可以看到数量更多更亮的流星。 如何观看, 想要不错过这场流星雨大餐? 最重要的前提说三遍, 需要当地, 天气请好, 天气请好, 天气请好。 如果阴先座流星雨极大期时, 不巧赶上了阴天, 雨雪天气, 恭喜你, 可以洗洗事了。 另一观测工具, 热眼即可观测, 不需要望远镜。 拍摄的话, 用高杆好的相机加大光圈广角镜头, 加三脚架, 加快门铅加足够的电池, 带上手电, 头灯等, 零二观测地点, 好的观测地点, 明开阔无遮挡, 无光污染, 就是没有灯光影响, 黑灯瞎火的。 成立观测的话, 建议选择开阔无光的公园, 绿地, 学校操场, 不建议楼顶, 就爱观测的话, 建议选一片开阔空档, 远离公路既安全, 又远离光源。 零三防蚊虫叮咬, 虽说八月的气温还比较炎热, 但凌晨在户外观赏流星雨时, 还是应该注意适当保暖, 最好长衣长裤, 除了保暖, 还能防止蚊虫叮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